欢迎再次观看九零零新闻 现在是中国当地时间 2023年3月1日 中国官方媒体百姓关注 在此前的2月28日发布资讯提到 2月28日13时许 辽宁田林开眼市哈大路 一红立登处发生车祸 一百色轿车遭大货车追尾 夹载两货车之间 视频显示大货车静止撞向 停时的小轿车 白色小轿车召集下车身严重变形 当地现场民众反馈提到 小车直接给一架点了 前面那辆大货车等红立登 后面那个小货车也是安全激励 都是安全激励 只是后面那个大货车 一点刹车都没有踩 基因省集中的话 他能一脚刹车不踩吗 他大车太坑人了 真的只是有网友发表评论提到 大货车肯定刹车了 不然货会飘移出气 把驾驶室推了 能硬一下 想一想 现在很多小车站着提速 玩快免的加塞 七年和春节期间 曝光了好多起这样的事故 截止到现在为止 未有查行到当地官方机构的通报 这些有关开源 中国的网络资讯显示 开源市属于辽宁省夏峡县级市 由田宁市代管 位于辽宁省东北部辽河中有东侧丘陵地的 截至2019年 开源市辖三个街道 16个镇 一个乡 总区域面积为2813平方千米 人口460927人 政府驻地 新城街 新华路28号 面积2813平方公里 地区生产总值107.9亿元 人民币 也至2020年